哦 哎呀 刺了我一下 这个一定要抓头 不能给它碰着这个刺 看到没有 漂亮吧 以我多年的捕鱼经验 这一片肯定有不少鱼 这么多的石头啊 等一下把网都挂破了 这是我们农村人的捕鱼方式 你们看啊 现在这个鱼网呢 就把石头 全部围起来了 围到那边去了 这个啊 你要从上游往下游 给它慢慢搬开 这石头摇松了 然后再给它搬出来 慢慢往下里 又溜了一条进去 里面有货啊 经过二十多分钟啊 现在这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哎 看到没有 这里有 流下去了 哦 在那里呢 哦 那里还挂了两条 你看你看你看 跑了 哎呦 这里不少啊 哦 里面有他 他们想躲在这个石头下面啊 现在也船不住了啊 大石南非啊 哦 这里有条 哎 我又看到了 啊 看到没有 哦 哟 又在往上撞起来了 来 给它收了 哦 又跑进去了 你看在这里 挂着往了 哎 这里往了好几条呢 你下面一点这里 挤什么挤 从来没见过鱼一样 还有这里你看 这里 这里 那应该舒服不错今天 中午看样子吃不完了 这还用说 慢慢的 现在鱼挤的最多的地方 就在这里了 它们全部挤挤在这一块了 这里有一条 两条 这里往的最多的是吧 你看 那个位置最多 一片条 好多 一片条 这条小一点 现在全部聚集在这个地方了 把它提上来嘛 给它提到那个 按上去 这里抓 危险啊 这里面跑了一条大的 不知道有多少货了 收网了是吧 收网 要把这罪子全部抓起来 不然它就会跑 不要给它们跑掉了 把罪子抓起来就好了 哇 哪都按上去 哎呦好多啊 看一下 这个挂住了 哎 王打开心 刚才跑了几条 收的时候 没那么注意 先捡起来 放在头里 都很大一条 可能小的给它溜了 这个方法还挺不错的 收货还可以 哎呦可以 这个刚才摔坏了 都是些稀释斑 很漂亮 红浮稀释斑 你看 都是红色的 红色的全部公子 看到没有 漂亮 今天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